主持人 郭文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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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真的好緊張啊 因為想要到 想到要跟Live Friends合作 然後要畫一個屬於自己的 卡通形象我就挺緊張的 我才知道我是要變成一個 Friends Creator 今天给我们来画画 画得太难看了 但是就是我要创造什么东西呢 这又好难 我要创造一个大家都喜欢的 不管男女老少都喜欢的一个形象出来 那就真的挺有挑战的 可能大家知道 因为我画画就真的是 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比不过 但是这次我就希望能够有自己的创意 然后靠着Lime的设计师们 给我加工加工 变成一个可爱的 让大家喜欢的角色 再想一想 很好 杨宁 我太惊心了 可以 非常多 太棒了 特别好 特别期待 其实我平时其实是一个挺爱多享的人 脑袋里经常会有各种奇奇怪怪的想法 那就是接触到这个项目的时候 其实我心里 但是当时我想的是 我说那我一定要创造一个属于我的 很萌很可爱的一个形象 大家喜欢 你好 你好 好紧张啊 今天给我弄到这儿来画画 我平时是一个很不擅长画画的人 但今天把我叫到这里来 我就得好好的画 向大家传递我的想法 我觉得首先是要可爱的一个圆圈 对我连圆都画不圆 然后我觉得是一个 我的构想是一个像太阳一样的小狮子 就是首先要画的像 然后就是一个下午 然后我正看着太阳 我就想说 那就把一个小狮子变成一个萌萌的旁边的棕毛 像太阳的阳光一样 就把它变成一个萌萌的象征的一个东西 就这样看起来可能像一个太阳 但是其实想要的是什么 其实想要的是一个小狮子 就是一个呆萌傻傻的小狮子 我们斗鸡眼了 小狮子 然后很可爱一点的话 大概加一点某刘海吧 这个卡通形象的性格如何 就是很 因为看着看着 它的外面就像太阳一样 所以就想说要一个 它是一个比较阳光 比较开朗 很活泼的一个可爱的小狮子 就有土上橙色 象征了它是活泼开朗的 也是一个很好动 很喜欢运动的小狮子 身体 这个要怎么画 身体 画得太难看了 然后他穿着一双运动鞋 然后他平时喜欢打篮球 这个小尾巴 平时喜欢打篮球 然后喜欢踢足球 然后还喜欢羽毛球 Badmington 除了运动之外 他会喜欢哪些东西呢 他喜欢 因为他是一个好动的小狮子 所以说他可能平时会喜欢 跟其他动物一起玩 比较喜欢跟什么追蝴蝶类似的 然后在草原上奔跑 就是喜欢在草原上奔跑 他最喜欢的天是晴天 晴太最喜欢晴天 因为就是它跟太阳长得很像 所以喜欢晴天 喜欢在晴朗的天气 又跟他的性格一样 非常开朗 因为我觉得狮子 可能狮子老虎 豹子 大家的印象里 可能都是比较凶猛 比较凶悍的猛兽 但其实我们把它做得很可爱 它就像太阳一样 有阳光 有火力 做一个萌萌的小狮子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就是这样 然后我就画第二张 第二张呢 第二张呢 我想的是 感谢观看